歡迎收聽《紳士國聽新聞》 美國36人打疫苗後出現罕見血液病 在接種了授權的兩種COVID-19又稱中共病毒疫苗之一後 美國至少有36人幻想了罕見而威脅生命的血液病 血小板減少症,一人死亡 死者是麥亞密產科醫生格雷·戈里·麥克爾博士 他接種疫苗後血小板下降到幾乎為零 麥克爾只有56歲,在注射輝瑞疫苗後 僅16天就死亡腦出血 根據其妻子凱替奈克爾曼披露的細節 麥克爾在接種了第一劑疫苗的3天後 發現皮膚上出現小斑點 他意識到這些斑點表明可能存在內出血 醫院檢查結果表明他的血細胞數量遠低於正常範圍 經過10月天救治 他體內的血小板數量始終無法回升 根據提交給美國疫苗不良事件報告系統 從VAERS的報告到1月底 美國已有民眾報告了36宗類似病例 今次的新視覺聽新聞就來到這裡 喜歡的朋友請記得訂閱和讚好 本節目粵語版部分內容已經加入大紀元的Patreon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守護真相永不放棄 請記得訂閱按讚好 感谢观看